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我丈夫宋征和女秘书在办公场所亲吻, 被我当场撞见, 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出轨的男人狗都嫌, 我连夜指挥人打包他的行李扔出门外, 顺道换了大门锁, 还有他的女秘书, 从前仗着宋征对我阴阳怪气, 如今宋征自身难保, 我还能惯着她, 我一个电话打给人事经理, 辞职和开除让她选一个, 辞职还能好好走, 开除可要把离职原因录入档案, 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宋征进不了门, 在电话里暴跳如雷, 顾熙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恶毒的女人, 我要和你离婚。 离婚,我好怕呀, 我对着电话唯唯曲曲, 你说话可要算话哦, 谁要不离谁是狗。 地点约在律师事务所, 我和宋征既是少年夫妻, 又是生意伙伴, 那么一大堆财产, 没几个律师怎么掰扯得清楚, 宋征一见, 我就双眼冒火, 他一路白手起家做到, 如今, 人前人后, 谁不叫一句宋总, 董事会, 指着他赚钱, 平时也都客客气气, 昨天那场, 当众检讨, 算是丢尽了他的脸, 什么都不用, 谈离婚, 直接分财产, 他一副高冷的样子, 头扬得高高的, 用鼻孔看我, 我好心提醒他, 那个, 你鼻毛露出来了, 宋征一正, 恼羞成怒, 顾惜, 我一脸无辜, 离个婚连句实话, 也不能说了吗, 再说谁让你头台那么高, 要不我怎么能看到, 宋征气得胸口不住, 起伏强压住脾气, 把火气撒向律师, 动作快点, 我一秒钟都不想再让这个女人顶着我妻子的名头, 宋征的律师会议正要说话, 被我抢先打断, 我要财产七成, 不要股票, 不要基金, 不要车子, 也不要你名下的股份, 只要现金, 现金不够, 房子也行, 不等律师发话, 宋征先冷笑起来, 顾惜, 你疯了, 他一脸鄙夷, 你看看你做的那破事, 向董事会举报, 我, 你还好意思要七成, 我怎么不好意思呢, 我一脸诚恳, 我向董事会举报的内容, 不正好是你出轨吗, 宋征一下掖住一张脸账的通红, 宋征的律师连忙开口, 顾女士,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我的当事人出轨, 可千万别说你偷拍了, 未经我当事人同意拍摄的视频, 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如果外流出去, 我还会代表我当事人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宋征缓过一口气, 冷冰冰地看着我, 顾惜, 听到了吗, 没事多学学法, 可我比他们两人还严肃, 宋征, 还有这位律师, 你们瞎说什么呢, 我可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怎么会偷拍别人视频, 要拍也是监控录像拍, 我上下打量宋征, 公共会议宋总, 你这地方挑的泽泽, 宋征刚刚缓下来的脸色一瞬间再度战红, 怒吓, 怒吼, 她的律师连忙按住她, 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顾女士没有拍最好, 公司内部录像严禁外流, 那就是说, 顾女士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我的当事人宋先生出轨, 谁说我没有, 我立刻反驳, 我当然有了, 我从包里翻出两张皱巴巴的纸, 放在中间的茶几上, 诚恳地向宋征和他的律师请教, 你们看董事会公开检讨报告, 算有效证据不? 一瞬间, 宋征和他的律师脸色全都变了, 我一脸真挚, 虚心讨教的态度, 诚恳地不能再诚恳, 宋征会议室亲吻, 女秘书, 说是亲吻, 怎么可能只是亲吻? 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行为, 董事会能同意我让宋征当众检讨的要求, 公共会议室放着几台昂贵设备监控录像24, 小时开着, 开得太久, 许多人就忘了这回事, 何况情到农时, 哪还想得到有双不眨眼的机器盯着他们, 我拿着录像一路捅到董事会, 明白告诉他们, 不内部处分, 我就捅到媒体去, 虽说内部监控不得外流, 可捅出去的方式,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宋征这种风云人物, 我甚至根本不必说什么, 只需要放个风声出去, 那些小报记者自己就会想办法去弄证据, 而且绝对带着前因后果, 顺便推理猜测比这监控更周密, 更详实, 更有理有据, 栩栩如生, 公司正在上市关键时期, 董事会哪敢让媒体知道这种事, 自然只能同意让宋征内部检讨, 可我把事情折腾得这么大, 总不能是因为我喜欢热闹吧, 我也是公司股东之一, 这检讨报告怎么不得给我送一份, 就算他们不送, 我不会自己去要嘛, 这上面白纸黑字, 还有亲笔签名, 可是宋征自己承认有办公场所不当行为呢, 宋征喘着粗气, 目光凶的恨不能把我吃了, 可是我怕嘛, 怕也得举报他呀, 出轨的男人, 不举报还留着过年嘛, 许是没想到我有这么硬的证据, 宋征和他律师跑道一边嘀嘀咕咕了好一会儿, 我无聊地只打喝浅, 有什么好讨论的, 讨论一下, 难道宋征就能把他干过的恶心事都抹消掉不成, 只要检讨报告在我手上, 他婚内过错方就垂得实实的, 我站立, 我怕啥, 过了一会儿两人, 重新回来, 律师说道, 顾女士, 宋先生看在你们十几年婚姻的份上, 愿意照顾你一些, 他同意所有财产四六分配, 你占六成, 我差点惊住了, 当这是菜市场呢, 还带三毛五毛讨价还价的, 我起身就撂挑子, 不谈了不谈了到法院判去律师, 帮我准备起诉状, 我的律师这会儿终于有了一丝存在感, 连忙哎哎哎答应了好几声, 先开笔记本电脑, 当场就开干, 不用了, 宋征一声怒吼, 哦吼, 结婚这么多年, 我能不了解他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 堂堂宋总因为出轨被老婆告上法庭离婚, 最有力的证据居然是自己亲手写的检讨书, 这是报出去, 不比杀了他还难受, 宋征脸憋得像猪肝, 咬牙说道, 就按你说的三七七成给你, 我连忙举起一根手指头来回摇, no点 no点 no, 这是刚才的价格, 现在是二八了, 我八, 顾熙, 宋征怒吼, 我很嫌弃, 我跟着宋征一路打拼过来, 坐地起价的合作方没见过一百也有八十, 怎么我坐地起价一下宋征就这么意外, 瞧他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皱着眉, 你是不是不同意, 算了我还是去法院, 让法官判吧, 律师, 你起诉状, 准备好了没有? 马上马上, 再改几个字, 我的律师水准就是高, 这才几分钟, 起诉状都搞定了, 回头给他加钱, 见我一副随时准备拔腿奔法院的样子, 宋征从牙齿缝里挤出声音, 不用去法院, 听你的二八, 不要股票, 不要基金, 不要车子, 也不要你名下的公司股份, 只要现金和房子, 我连忙补充, 宋征血管都快要爆出来, 却还是咬牙切齿地点头, 行, 我立刻招呼律师, 把合同拿过来, 我的律师一溜小跑, 把一份合同放在茶几上, 趁着他摆合同的功夫, 我还忍不住吐槽宋征, 早这么痛快多好, 你说浪费我多少时间, 有这时间, 我和陈夫人他们约个下午茶不好吗? 宋征冲耳不闻, 只低头看合同, 看到上面的分成比例, 忽然又抬起头, 眼睛里全是愤怒的小火苗, 顾熙你早就算计好的。 合同上白纸黑字, 写的就是二八, 刚才律师开了笔记本电脑, 可没开打印机, 这合同明显是早就准备好的, 哎呀呀, 太不小心了, 怎么就被宋征发现了呢, 我甘笑了几声, 这不是猜到你小心眼了吗? 不过这样刚好, 你要是一开始就同意三期, 我还得现打印, 多浪费纸张啊, 我可是公益环保好市民。 拿着签好字的协议, 我和宋征麻溜儿地直奔民政局办离婚, 前后过程加起来不到十五分钟, 出了门各奔东西, 全程没看对方一眼, 有什么好看的, 他嫌我狠, 我嫌他脏, 相看两相艳。 一个月后, 我们的离婚证顺利下来, 正好我的新店开业, 简直是双喜临门, 这么多好事, 我能不庆祝一下, 赶着开业。 五龙五师, 街舞快闪, 什么驱除晦气, 安排什么, 中西合璧, 好不热闹, 我开的是家健身服装, 器材店, 最高潮当然是走秀, 健康, 又阳光的小哥哥小姐姐们, 穿着健身服, 跑步服, 瑜伽服, 跳着动感韵绿操, 或者坐着肌肉展示, 瞬间把现场气氛拉到高潮, 活动效果不错, 等会儿肯定有拨人流小高峰。 再配合促销让利, 准能打响第一炮, 我美滋滋地算着今天可能会有的进账, 冷不防一阵冷风, 袭来, 我本能一躲, 就见一个人影亮呛着从我面前冲过, 差点栽个狗吃屎, 那人一个巴掌眉打着我, 稳住身形转过来张嘴, 就骂, 顾兮你敢躲。 约猴巧了, 居然是宋征他妈, 阿姨, 您也健身, 我热情招呼, 顺便真诚建议, 不过我觉得您还是先去医院看看小脑比较好, 这走路怎么不稳呢? 宋征妈气得脸色发白, 指着我大骂, 顾兮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我们家宋征养了你八年, 你还分走他那么多钱, 你好意思吗? 怎么不好意思呢? 我一脸诚恳, 宋征当年说他要出轨, 就净身出户, 我既没让他净身, 还给他留了两成, 多善良啊! 我真诚地发问, 阿姨, 你是不是怕宋征为事遭报应, 想让我帮他实现誓言, 静了身, 顺道把剩下两成也要过来? 你宋征妈身子不停地抖, 跟得了帕金森似的, 弄得我都担心, 他一咕噜绝过去碰瓷赖上我, 幸好他和我印象中一样, 坚韧得像打不死的小强, 不仅没绝过去, 还冲上来要打我, 可我是那么好打的吗? 我可这是健身用品店, 最不缺的就是人高马大肌肉结实的小哥哥, 宋征妈见两个小伙子拦在我身前, 还鼓着剑朔的胸肌和弓二头肌, 直到打不到我, 策略一遍用力踹倒了我店门前的卡通雕像, 在一阵碎裂声中一屁股坐在地上, 哭天喊地地开嚎,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娶了个不要脸的儿媳妇。 我儿子养了他八年, 他不念我儿子一点好, 还刮了我儿子那么多钱。 一个女人不相夫教子, 不伺候我儿子, 抛头露面, 还拿我儿子的钱养小白脸。 哇哦, 这也太精彩了, 这情节要是放小报上, 不得立刻报了。 我立刻拿手机拨电话, 八卦周刊嘛, 我有个猛料, 新锐科技宋征的妈正在新时代广场骂街, 内容可进报了, 你们快来。 宋征妈嚎到一半猛然收了声, 我连忙鼓励, 阿姨你继续, 记者马上就到, 最多五分钟。 顾兮, 你这个贱丫头, 你不会有好结果的。 宋征妈一咕噜, 从地上爬起来, 一边骂我, 一边窝轮增压一样地跑走了。 那速度, 哪里还能看出先前小脑共计失调的样子。 我摇了摇头感慨, 这病也真神奇,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 刚才还连路都走不稳呢, 这会儿就箭步如飞了, 她刚走, 外面的活动也结束, 人潮开始一波一波涌入店中。 来捧场的律师冲我竖大拇指, 顾女士这时间掐得真准。 正好没影响生意, 我一边指挥人打扫碎了的雕像, 一边谦虚, 一般般。 她又夸我, 刚才那招也真牛, 老太太这次得受到教训了。 我立刻严肃否认, 我向来尊老爱幼哪能教训老人家, 当然, 老人家犯法, 那就另当别论, 咱得维护法律, 尊严。 我拿出电话拨打110, 为同志, 我要报警。 派出所里, 宋征和我面对面坐着。 两个警察同志坐在桌子另一端, 这事你们自己先聊吧。 宋征强压着火气, 顾兮你就这么狠, 我妈这么大年纪了。 我一脸奇怪, 他多大年纪和我有什么关系, 年纪大就能砸东西, 不赔钱吗? 宋征强压着怒气, 她是我妈。 对啊, 所以才叫你来陪吗? 我觉得宋征和我离婚以后, 好像智商也下降了, 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 宋征一副我不可理喻的样子, 怒道, 我妈只是不小心碰倒了你店里的破玻璃雕像, 你至于到公安局来告她。 错是水晶雕像, 我严肃纠正, 天然水晶一整块的, 难得着呢, 而且, 我转向警察, 同志, 店里的监控录像我可都提供给你们了, 她就是故意踹我雕像, 看得真真的, 对不? 警察点头, 向宋征通报, 黄秀英故意损毁他人财物, 监控录像, 看得很清楚, 不然也不会叫你到这儿来。 宋征不敢和警察争, 只能把火向我撒, 一个破玻璃雕像能值几个钱, 我赔你就是。 我说了是水晶, 我不满地再次纠正, 顺便爆出损失, 也没多少钱, 就两千万。 宋征眼睛一瞬间瞪圆, 顾兮你抢钱嘛, 一吨水晶也不值这么多。 可我是整块的呀, 我认真的解释, 再加上大师, 手作, 孤品, 你看值不值这个假。 我一边说, 一边摸出发票复印件, 推到桌子中央, 艺术品嘛, 哪有个准价呢? 猪雕上画笔画上几下, 前段时间, 不一样被炒出天价, 宋征把发票复印件捏在手里, 钻的纸张哗啦啦响, 声音从尺缝中挤出来, 顾兮你有病, 两千万的东西, 你就随手往店门口放。 我不解地看着它, 我的东西, 往哪儿放还要请示你吗? 要说, 也真是宋征妈点被这东西买回来, 我就只打算在店门口放一天朝朝人气, 周围还坐了台阶式的小隔离池, 一般人也碰不着, 可谁让宋征妈火气大, 非要展示一下腿弓, 飞脚往上踹呢? 自找的, 愿谁, 警察提醒宋征, 两千万属于数额巨大, 已经构成故意毁坏公司财务罪, 因为犯罪嫌疑人不能正确认识财务, 价值, 主观恶性不算严重, 你们之前又有亲属关系, 所以叫你们来好好谈谈, 如果能就赔偿达成一致, 可以走刑事和解, 程序, 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法律责任, 如果无法达成刑事和解, 那就只能走刑事案件程序了, 警察给宋征谱玩法, 又好心劝他, 你好好想想, 这事是你妈妈不对在先, 损坏赔偿理所应当, 而且你妈妈那么大年纪了, 总不能一把年纪去监狱里待几年, 宋征脸色铁青, 死死盯着我, 我手上没那么多钱, 这话我信, 毕竟八成都给了我呢, 可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起身就向警察同志鞠了一躬, 后面的事情麻烦你们了, 故意毁坏公司财务罪可是公诉案件, 后面都是公检法的活, 没我啥事了, 我说完就准备走, 宋征低吼, 等等, 他喘着粗气, 钱我会给你, 先把和解手续办了, 我半转过身, 丝毫没客气, 先打钱, 否则免谈, 笑话, 他又不是我什么人, 我凭什么惯着他宋征眼睛红得像是要吃了我, 足足瞪了我十几秒, 才扭头出去打电话, 半个小时后, 两千万入账, 我干脆利落地办了刑事和解手续, 警察把宋征妈从林石棺压处放出来, 几个小时不见, 老太太跟老了十岁似的, 她出来扑到宋征身上就哭, 豪的那叫一个惊天动地宋征, 也一脸心疼的表情, 好歹曾经做过亲戚, 我怎么也得安慰两句, 不是于是我语重心长地开口, 阿姨, 您一把年纪了, 怎么还这么大火气呢, 下次可千万不能这样了, 冲动是魔鬼啊。 我明明是好心安慰, 怎么宋征妈还嚎得更大声了, 哎, 这老太太, 人老糊涂了吧, 好赖都不分了, 拿着这两千万, 我麻溜地跑到外地潇洒了一圈, 那破雕像, 谁买谁知道, 个儿又大, 又死贵摆着还占地方, 我买回来就后悔了, 都是因为看到宋征办公室那辣眼行为我心情不爽, 冲动之下, 才下得担, 早就想处理出去, 可惜找不到接盘侠, 如今原价卖回给宋征, 我能不高兴吗, 谁害我冲动消费, 谁就得负责善后, 这才叫完美闭环, 从外地回来, 我店里又迎来一位熟人看到宋征罢的时候, 我差点以为自己看错了, 我从来就没见过比这老头更双雕的人, 宋征创业的时候夸我能干, 能和宋征同甘共苦, 宋征创业成功之后就说我不守复道, 一个女人家还天天出去抛头露面, 有段时间老头老太太天天在我耳边念叨, 什么男主外, 女主内, 什么宋征辛苦一天回家连口热饭, 也吃不上, 我差点就呵呵了, 我也是高管, 宋征忙了一天, 我就不是忙了一天嘛, 我请得住家保姆顿的六菜一汤, 他们看不到是眼瞎嘛, 不过看到宋征, 每日夹在我和他爸妈之间提背又为难的样子, 我到底还是心疼了, 于是干脆地从公司退出卸下高管职务, 只留了公司股份, 退出公司之后, 我也不愿意闲着, 就跟人合伙开了家品牌服装店开店当日, 也和现在的健身店一, 杨安排了一场走秀, 个个都是身高腿长的男模小哥哥, 就在活动最精彩的时候, 宋征妈忽然出现, 冲到台上, 指着鼻子, 骂我抛头露面, 不知检点何也男人不清不楚, 还说与我合作开店的人也不是好东西, 把我往歪路上带, 我至今记得我的合作伙伴那时的表情, 惊讶, 愤怒, 难以理解, 看着我的眼神, 更是同情, 又可怜, 像是无法想到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婆婆, 那间店我第二天就退出了合伙, 在宋征妈得意的眼神中回归家庭, 后来只要我想要出去工作, 宋征妈就会用一样的手段来搅黄, 直到我不再试图发展自己的事业, 而是整日与宋征合作伙伴的家属们喝茶, 逛街美容, 宋征妈才终于消停, 还得意洋洋地说, 这才是一个女人应该做的, 宋征妈, 一个家庭妇女, 哪有这种手段, 在背后, 直使的都是宋征爸, 自从我彻底沦为全职太太之后, 老头就再也没拿正眼看过我, 架子端得高高的, 仿佛从前对我笑脸相迎, 夸我聪明能干能帮到宋征的人, 根本不是他这么一个老头, 居然会屈尊降跪来找我, 我能不意外吗, 大爷, 来健身啊, 来者时刻, 我态度相当热情, 宋征爸老脸, 一江, 连要说的话都忘了, 大爷他不可置信地重复, 老头在村里教过书, 拿着戒齿打学生手板的那种, 其实肚子里没几滴墨水, 但却自负儒雅, 每日里摆弄些书末茶话, 就愿意听人尊尊静静叫他一声老师或者老先生, 旁人看在宋征的面子上, 也都投其所好, 我从前叫他爸, 如今离了婚, 他估计以为我会如旁人一样叫他一句宋老先生, 打死也想不到我张口就是大爷, 两个字就把他苦心维持的文化人形象按在地上摩擦, 可不您这一把年纪了, 我又尊老爱幼, 当然得叫您一声大爷。 我热情地解释, 又好心劝他, 大爷, 您这年纪来健身估计有点晚了, 也别花这冤枉钱, 回去跳跳广场舞得了。 我一口一句大爷, 宋征爸脸清得都筷子了, 他最看不上的就是街头跳广场舞那些老头老太太, 我居然让他去跳广场舞, 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连喘了几口大气, 却强压着情绪开口, 顾惜你一个女人家拿着公司股份, 也没用把你的股份转给宋征。 要说宋征爸的段位就是比宋征妈高, 气成这样还没忘记来的目的, 难怪宋征妈只能在前面当炮仗, 这老头子却能在后面憋坏水, 宋征爸这些年对我说话向来一指气使, 今日还是一样, 开口就是起始句, 直接下命令, 可这遭老头子当自己是哪根葱, 这不是巧了吗? 我正不想要那些股份呢。 我一脸认同的附和, 有一说一老头这话和我的打算不谋而合 但实现的过程一不一样, 我就不敢保证了, 宋征爸显然想不到这一层, 只对我的态度极为满意, 连被叫大爷的玉器都去了一点, 脸色缓和了几分, 他点了点头, 一脸我如此可叫的神情, 算你懂事, 我让宋征和你联系。 老头背着手走了, 我转头就给公司最大的几个股东群发消息, 股份出让, 预购从速, 宋征得到消息的时候, 我已经和好几个股东接洽过了, 他气急败坏地来找我, 顾兮你什么意思? 我无辜急了, 就卖股份啊, 能有什么意思? 宋征发怒, 你明明和我爸说把股份无偿转给我, 现在联系其他人是什么意思? 我手上股份不少, 而且都是原始股, 公司运作, 上市, 我这些股份对公司实控权能起到很大的影响, 我震惊地看着宋征, 宋征你脑子进水了, 我只说不要股份, 哪个字提到要给宋征, 还免费我苦口婆心地劝宋征, 宋征你是不是缺钱缺得吃不起饭, 营养不良脑萎缩了, 原始股, 无偿给你这种白日梦泥也做得出来, 你要么还是找个医生看看吧, 别怕贵, 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 我出钱。 宋征额投青金直跳, 死死瞪着我想确认我说的事, 真的还是单纯想弃他, 然而在看到短短二十分钟之内 至少有五个股东打电话给我, 商谈股份转让一事之后, 他终于沉不住气了, 咬着牙出声, 那些股份我也能买。 能,当然能啊, 宋征也是股东, 怎么不能买呢, 我立刻换上笑脸, 态度阴切, 要买股份你早说嘛, 那咱商量个价。 公司上市在即, 正是原始股最值钱的时候, 我一说, 要卖, 联系我的人就没断过, 有股东, 有投资商, 还有想趁最后机会入局的投机者, 前前后后商洽了好几轮, 价格也到了一个十分理想的状态, 宋征想要我这些股份, 除非拿出更高的价钱, 谈判的过程枯燥且无趣, 我握着股份, 只有一个原则。 价高者的, 最终当宋征红着眼睛, 爆出一个我满意的价格时, 我笑咪咪地答应把股份卖给他, 公司是宋征一手拉扯起来的, 天使轮, 轮必轮, 到如今快要上市, 他一点点看着公司成长到这个地步, 怎么可能放弃他的心血, 这些股份, 他就是砸锅卖铁都得要老规矩, 钱到账, 签转让合同。 我不知道宋征从哪里弄来这些钱, 只是他把支票递给我的时候, 死死地捏着另一端, 顾稀, 夫妻一场, 一定要做这么绝, 我皱着眉头, 十分不解, 正常生意, 你出钱, 我卖股份, 怎么就绝了呢? 我爸都已经去找你了, 宋征恼怒地说道, 好像他爸来找我是我多么大的荣幸, 对哦, 我恍然大悟, 你要不提醒, 我还真忘了跟你说一句。 我严肃地看着宋征, 与生郑重, 让你们家那些牛鬼蛇神少来, 我眼巴前晃, 你也知道, 我这人胆小, 又冲动, 被人一下, 做事就没谱, 就像这些股份。 我抽走宋征手里的支票, 在他眼前摇了几下, 你白掏这么多钱, 心疼不心疼, 下次可得长个教训, 千万别再让他们来了呀。 我说完给宋征个飞吻, 扭搭着小腰, 身往外走, 呸, 真当我是软包子呢, 一个屁都不是的糟老头子, 也敢登门上脸的命令, 我从前我看在宋征的份上, 让他几分, 可如今, 他算个什么东西, 不是想要我那些股份吗? 我给了, 想来也该如他的意了吧, 想到这一层, 我停下脚步, 回身又好心提醒了一句, 宋征带我向你爸问好, 别忘了告诉他, 你能拿到股份, 全都是他的功劳。 出了公司, 我打电话给律师, 让他查查宋征的钱, 都是从哪来的, 我这律师, 业务水平齐高, 半个小时不到, 就打听清楚了, 顾女士, 宋先生卖了一套房子, 这房子是宋先生出的钱, 但挂在孟娇娇女士名下, 所以之前离婚的时候, 未能作为财产分配。 我了然地呃了一声, 挂掉电话, 我就说嘛, 宋征那种性格, 叫兔三窟, 我就不信, 他没有隐藏的财产, 不过这一次, 他的写估计也出得差不多了, 我那些原始股, 千万上下, 正好是市中心一套房的价格, 可紧接着, 我又惆怅了, 我那么多股份, 还没一个大玻璃块玩偶柜, 到哪说理, 去艺术呢。 幸好, 这玩偶被宋征妈买回去了, 这么一想, 我都有种再买一个, 去宋征妈跟前, 晃晃地冲动, 不过想想老太太吃一欠掌一掷, 可能不会再那么冲动, 我又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爱早知道, 不劝老太太冲动是魔鬼了, 哪里是魔鬼, 根本是天使嘛, 不灵不灵闪着金钱, 光芒的天使股份转弯, 我和宋征之间的关系, 也就彻底交割干净, 无论和他, 还是和他的公司, 都在没有半丝瓜葛, 我自己的健身用品店, 渐渐进入稳定期, 也不需要我再去照看, 我闲下来, 就去约陈夫人喝茶吃饭, 聊天八卦, 其实不止陈夫人, 还有好些其他公司老总的太太们, 我被宋征霸, 算计着不许出去工作, 只允许我去太太圈逛街美容混日子, 可我这个人天天是闲不住的, 不许我赚钱, 那我花钱总行了吧, 于是我把这些太太们组织起来, 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 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俱美极贤, 我们这些人, 可不是既美丽又贤惠这个名字, 最合适不过了, 这个基金会平日里就干些, 帮助贫困学子, 辅助落后地区之类的事情, 要是有个大灾大难, 更是光光地捐钱捐物, 这事儿又博名声, 凭发票又能帮企业免税, 何乐而不为, 宋征和他那些生意伙伴朋友, 对我们这个基金会都满意得很, 这个基金会是我一手打理的, 如今虽然和宋征离了婚, 但我的组织可没散, 照样和这些太太们保持着规律, 且密切地联系转眼到了阅读会议, 照例在陈夫人名下的高级会所, 举行说是会议, 其实就是个小型, 参会聊天八卦, 比说正事, 多每次阅读会议, 都会有些想要加入基金会的新人, 这次也不例外, 聊完正事, 我与陈夫人还有些私事要聊, 便晚了十多分钟去餐会, 到了餐厅, 正好见到这次想要新加入的几个人, 已经到了, 他们还没有资格参加正事会议, 只在餐会上初次引荐, 这几个人都是新人, 自然而然的扎堆, 我与陈夫人走过, 只听其中一人问道, 娇娇, 你和宋总真的搬到租的房子里去了, 这名字和这姓, 怎么这么耳熟呢? 我闻声转头, 果不其然, 就是我曾经在录像里见过的宋征那位女秘书, 说句实话, 我对她的脸其实没什么太大印象, 倒是对她的身材记忆点更深, 没办法, 那一大坨白花花的肉, 谁看到, 不得腻几天, 导致我现在看到她都觉得她没穿衣服似的, 孟娇娇听到那话原本面色不太愉快, 可一转眼看到了我忽然高扬起头, 声音也拔得极高, 我的确把房子卖了帮我们家阿征救急, 可这只是暂时的, 凭阿征的能力, 只要公司一上市, 该是她的迟早会赚回来。 宋征的公司在业内着实地位, 不低上市的事情也是众所周知, 周围的人挨个捧臭脚, 娇娇你可太好了, 肯陪着宋总一起吃苦。 宋总遇到你, 真是福气。 孟娇娇隔着人群直勾勾盯着, 我嘴上茶言茶语时急, 人哪, 要有良心, 反正我是绝不会在阿征低谷的时候离他而去, 不像有些人, 被阿征好吃好喝养了七八年, 到头来离个婚, 却要挖地三尺, 连阿征最后一点血汗钱, 也要卷走。 这话的指向太明显了, 那些人愣了一下, 有几个悄悄往后退了一步, 可还有几个, 却高声附和起来, 同时, 也顺着孟娇娇的眼神往我看过来, 从前有宋征在, 我当这个基金会的主理人, 众人都觉得理所应当, 可现在我和宋征已经离婚了, 虽然有钱, 可在他们眼里, 我已经不是他们这个圈子的人。 还坐在基金会主理人的位置上, 就有些不配了, 我笑了一下, 懒得说什么, 拉着陈夫人打算往前走, 可却没拉动, 狗屁, 陈夫人张口就鲜声夺人, 她一个杯子朝着孟娇, 娇摔过去, 水晶玻璃杯在孟娇娇脚下, 炸开水晶现在, 在我心里就是昂贵的代名词, 虽然只是一个杯子, 也心疼得我直皱眉头。 孟娇娇, 却是吓得一个哆嗦, 陈夫人指着孟娇娇骂, 你卖了房子, 你一个大学毕业不到两年的丫头骗子, 哪来的一千多万买别墅, 房子谁出的钱, 你心里没数。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当小三, 还当出荣誉感来了。 宋征之不知道, 你把她隐瞒, 婚内财产的事, 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了。 陈夫人这三句话, 一句比一句狠, 说到最后一句, 孟娇娇脸都白了, 她光想埋态我, 光想把我塑造成不是生产, 忘恩负义, 只会趴在宋征身上吸血的恶毒女人, 却忘了把这么重要的事情说出来了。 陈夫人招手叫来自家经理, 指着孟娇娇, 还有先前附和的几个人, 那个还有那几个。 把照片打印出来, 贴在大门口, 叫人都给我认清楚了, 不准他们任何一个踏进我这间会所, 现在赶紧把这几个隔映玩意儿给我弄走。 陈夫人和丈夫都是事业咖, 各有公司, 而且在业内都是地位, 超然她一发话, 孟娇娇和那几个人都慌了, 想求情, 可又拉不下脸, 内心挣扎的时间, 已经被经理带着一脸公式画家笑给半强迫地赶出去了, 陈夫人物字不痛快, 骂道, 就看不上他们这种样子。 巧得很, 陈夫人赶走的这几个, 都是小三甚至小四小五上位的, 果然人以类聚, 臭鱼烂虾, 也有臭鱼烂虾的圈子, 我挽住陈夫人的手臂, 笑得身体打颤, 姐姐为你可真是我的超级嘴涕。 陈夫人也笑, 招呼着其他的太太夫人们, 该乐就乐, 聚会的时候我刻意控制了一下, 没喝几杯酒, 尽量保持清醒, 结束了聚会, 我打电话给律师, 先前让你查到的那些材料, 都递交给董事会吧。 陈夫人固然是我的嘴涕, 可是报仇这种事情, 怎么能不亲力亲为? 一周后, 我接到送征的电话, 顾熙, 是不是你举报的? 我正在浴缸里抛经犹豫, 舒服得全身毛孔都张开, 一时间差点没想起来, 是什么事顿了几秒钟我才回过神, 顿时心花怒放, 你说什么事公司大供应商法人 是你那个秘书他妈的事? 宋征怒吓, 顾熙, 果然是你。 对对对, 是我, 我连连承认怎么样干得漂亮吧? 宋征的公司做得这么大, 自然需要许多供应商为他服务, 宋征, 对孟娇娇可真是真爱, 早在两年前, 孟娇娇还只是实习生的时候, 就让孟娇娇以他妈的名义 成立了一家公司, 把利润最肥的一块业务 交给这家公司, 做孟娇娇上数三代都没出过一个商人, 连摆地摊的都没有这种人家, 能开出什么公司? 不过就是个空壳子, 接到业务都是转手分包出去, 但给宋征公司的报价却齐高, 宋征长着签字批条的权利, 这一部分的预算从来都是看也不看, 闭眼批, 向董事会汇报的时候, 也都利用董事会不了解具体业务, 包装成正常市场价格, 因为公司运营主要都是宋征, 负责整体利润和分红, 又都不错, 所以董事会一直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宋征陪水晶雕像的时候, 我就奇怪, 他拿得出两千万很正常, 可是只要半个小时, 就眼睛都不眨得拿出两千万, 这就让人深思了, 那天从公安局出来, 我就让律师去查, 果然查出猫腻。 原本宋征弱势, 一直维持原来的规模问题倒也不大, 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宋征缺钱, 宋征急于弄钱, 胃口也开始变大, 最近几个月通过孟娇娇他妈那个公司捞的钱, 已经影响到公司整体利润, 如果是平时, 这事也不算什么, 看在宋征这么多年, 执掌公司的份上, 董事会最多, 也就是警告一下, 下不为例。 至于他拿走的, 多半就让他留下了, 可现在是筹备上市的关键时期, 这么严重的经营, 漏洞, 董事会能忍, 一群人硬压着宋征, 把近期吞的钱, 全吐了出来, 透过话筒, 能听到宋征呼吱呼吱地直喘粗气, 显然, 这件事情动到了他的根本, 但不得不说, 宋征某些方面和他爸真的很像, 气成这样, 却硬是调节好了情绪, 强压着怒气说道, 顾兮, 我自认没亏待你, 你, 为什么这么做? 没亏待吗, 我能有现在这个局面, 哪一样, 不是我自己争取来的, 但凡, 我软弱, 一点, 现在都该流落街头了吧, 我委委屈屈地和宋征分辨, 宋征, 我和你说过的, 我这个人胆小又冲动, 被人一下做事就没谱, 都怪你没看好人, 又让你身边那些牛鬼蛇神跑来吓我, 顾兮, 宋征怒吼, 我好怕呀, 我拍拍胸口, 喝了一口, 我好几十万的葡萄酒压惊, 几秒后, 宋征到底还是冷静下来, 他冷冷说道, 顾兮, 你别后悔, 宋征很快就用行动解释了, 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新锐科技上市招股书的新闻发布会, 开得声势浩大, 这是上市前的最后一步, 走到这一步, 上市的事情, 基本上十拿九稳, 我好歹也是前元老, 应邀参加之后的酒会, 新锐科技的股东各个满面红光, 越发沉得我目光短浅, 我若不和宋征闹那么僵, 又或者不一时冲动把股份都给卖了, 要不了多久, 资产就能翻几倍, 宋征走到我面前, 一身志得一满, 头昂得高高的, 顾兮, 后悔了吗? 人模苟样的, 这句话不知道憋了多久了, 他本来就比我高, 头又抬得更高, 我只好仰头看他, 于是我又一次好心提醒, 那个, 你鼻毛露出来了, 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表面上互相交谈, 实则竖着耳朵听这边的动静, 人人都想知道我和宋征, 这对院偶之间能炸出什么惊天巨想来, 可任凭他们想破了脑袋, 也没想到会是这一句, 短暂的静默之后, 忽然间哄堂大笑, 宋征脸色轻得差点发黑, 怒吼, 顾兮, 他这人, 我还不了解, 最好面子, 今天他打定了主意要风光全场, 可被我这么一说, 恐怕所有人回去都只能记得他的鼻毛, 他死死地盯着我, 顾兮, 你现在怎么这么低级? 我一脸无辜, 宋总说个鼻毛就低级了吗? 可我说的是实话呀, 明明就是你自己把头抬那么高, 要不我怎么能看到? 宋征终于意识到我不可能和他谈论鼻毛之外的话题, 铁青着脸, 怒气冲冲地离开, 他走了, 连空气都清新了几分, 可我还没来得及, 吸一口, 就被一口夹子, 阴家的我差点差了气, 顾女士, 感谢你把阿征这么好的男人让给我。 一个浓妆艳抹的孤妻他妈来了, 也认不出的陌生女人站在我面前, 一脸得意, 却偏偏做出娇羞谦虚的样子, 既然顾女士不珍惜阿征, 那以后的福就由我替顾女士想了。 我绞尽脑汁, 也想不出眼前这化妆品调色盘到底是谁。 又为什么一副和我自来熟的样子, 于是我尽量礼貌地询问, 你谁? 对面女人的神色猛然僵住, 然后在短短几秒内变换足足十几种表情, 其丰富程度让我叹为观止, 最终她的表情停留在愤怒屈辱, 顾兮你以为你假装不认识我就能羞辱我吗? 我告诉你, 宋征, 我孟娇娇要定了。 孟娇娇这三个字入耳, 我总算想起了她的身份, 我指着她, 是你录像里那块五花肉。 孟娇娇见我想起她, 原本一脸得意, 可转瞬这得意就全都凝固在了脸上, 我这人向来有礼貌, 连忙道歉, 对不住对不住, 录像里就见着一堆白花花的在晃, 实在记不住, 脸, 你要是少穿点, 我早就认出来了, 谁想得到你今天穿挺多。 周围等着看热闹的人并未散去, 继宋征的鼻毛之后, 又一次爆发出哄堂大笑, 宋娇娇傲一声, 扭过身子就跑了, 双手拔脸舞得死死的, 我看着她的背影一阵无语, 这人怎么回事, 懂礼貌吗? 我可正在道歉呢, 怎么能在别人道歉的时候跑掉? 太不知礼数了, 酒会结束。 鼻毛送和五花肉交成了社交界的新流行词, 上市招股书的事情反而没什么人提及, 这也正常, 毕竟天天都有公司上市, 可不是天天都有鼻毛和五花肉这么精彩的上流八卦的日子一天天过, 宋征公司正式上市的日子还有一段时间, 她和孟娇娇的婚期倒是先定了下来, 她这次的婚事高调张扬。 一个出轨偷心的二婚稿的和真爱, 是的, 这与我本来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早就正言也懒得看她一下, 可架不住, 她非要凑到我跟前, 聚美极闲, 基金会每年定期举办一次慈善酒会, 邀请个业界人士参加, 共捐善款, 共襄善举, 宋征, 就是在这个时候, 带着孟娇娇一起出席的, 她花巨额拍下一串钻石项链, 当众戴在孟娇娇的脖子上, 深情款款地告白, 献给我的爱人。 整个酒会的人都在看我, 谁都知道我和宋征是什么关系, 也都知道我是怎样陪着她一步一步从穷小子到了如今的身家地位, 如今她这样做, 无异于在所有人面前狠狠往我脸上扇巴掌, 陈夫人气得当场就要去找宋征, 被我用力拉住, 顾悉, 这你都能忍, 你还有点心气没有。 我查看着宋征出的架, 头都没抬, 两千万卖她一串氧化糕, 我有啥可气的。 陈夫人正住, 养化糕刚宋征拍的那串项链。 嗯哼, 我点头, 那刚才和她竞价那个。 我安排的人, 怕价格顶不上去, 我安排了好几个呢, 战术都写了好几页纸, 陈夫人一脸无语, 你就不怕她发现了说你诈骗, 不认账。 听到这话我可就不能不认真了, 一脸严肃地跟陈姐科普, 陈姐, 这可是慈善拍卖, 能说反悔就反悔吗? 要是这么轻易开了这个口子, 以后的事业还怎么做善行, 还怎么持续, 她敢反悔, 我就敢把她告到牢底坐穿。 陈夫人愣了一下, 然后笑得差点长扭转, 一个劲地让我给她揉肚子, 揉也止不住笑, 嘴里油渍过嘴饮, 干得好, 臭鱼烂虾就只佩戴冒牌货。 陈夫人知道, 我没吃亏别人, 可不知道, 酒会结束我送客, 每个人看着我的目光, 都好像我可怜极了, 我只当没看到, 宋征最后一个离开, 她让孟娇娇先出去, 自以为很帅地堵在我面前。 顾兮, 你后悔了吗? 我会娶孟娇娇, 我会给她盛大的婚礼, 高调的宠爱, 所有你不曾拥有的, 我都会给她。 顾兮, 你后悔了吗? 我小心地看着宋征, 问她, 我帮你叫个医生。 宋征正住, 反应过来低吼, 顾兮, 你别岔开话题。 我摇着头给医院打电话, 我前夫精神好像有问题, 我们都离婚了, 他养个宠物, 还要来找我报备。 宋征怒火中烧地走了, 我放下电话, 换了个号码, 拨出去, 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吧, 那就开始吧。 全渠道铺, 利润无所谓, 先占市场, 用营销废贴, 钱不用担心, 我给。 酒会结束之后, 第二天开始, 一款新型产品横空出世, 仿佛从天而降杂般, 在市面上, 与宋征公司的产品应用场景高度重叠, 但性能和便捷性却高出了几个度, 不止如此, 这款产品的价格还极其低廉, 只有宋征公司产品的三分之二, 凭借这几项优势, 几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占据了一半市场。 而且还有继续高歌猛进的趋势, 宋征公司没想到会突然出现这么强劲的竞争对手, 并没有准备相应预案, 一时间手忙脚乱, 不得已采取了最蠢的应对策略。 降价, 可净品此时已经收集到了第一轮市场数据, 极快地进行了迭代, 甚至拉低了成本, 又一次降价, 甚至降到了宋征产品的成本以下。 相反, 宋征的公司却因为降价而令客户升出廉价的观感, 就算再想抬价也抬不起来, 除非他们快速推出新品, 可最近两三年。 整个公司的重心都在上市这件事情上, 研发根本跟不上, 哪有新品可出, 瘦死的骆驼, 笔马大, 宋征公司的产品在市面上销售, 已久, 有相当一批老客户, 一时半会儿并不会完全被替代, 但即便如此, 公司和品牌的颓势, 却也是只要有眼睛的人, 就看得出来, 原来站在宋征, 一边帮他为上市摇旗呐喊的股东。 机构渐渐开始游移观望, 预定好的正是上市日期, 一拖再拖, 甚至有人开始暗中打听, 是否可以退股, 溃败来的猝不及防,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接到了宋征的电话, 我们约在一家普通的小咖啡厅见面, 短短十日, 宋征像是老了好几年, 其实他本来也到年纪了, 只是从前养尊处优, 又有身份地位带来的精气神儿。 看不出来, 可如今遇到这么一遭事情, 立刻将他骨子里的老气都显出来, 宋征已经熬了好几夜, 见到我的第一面就哑着声音质问, 是你。 我点头那家竞品背后的资本, 的确就是我, 为什么宋征控制不住情绪低吼, 顾熙, 你就这么想毁了我。 我眉头直皱, 在桌上敲了两下, 示意宋征安静, 宋征痛苦地捂住额头, 声音疲惫, 顾熙, 我错了, 是我对不起你, 可是你有什么气网, 我身上撒, 这次高抬贵手, 让我顺利上市好不好。 我抿了口咖啡, 雨声清冷, 宋征, 你太高看你自己了。 宋征抬头, 顾熙, 你别装了, 你不就是想报复我?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厌烦, 从前我爱宋征, 爱他少年的意气风发, 与永不止步, 爱他眼中永远有希望, 有对未来的探索, 可什么时候, 宋征竟成了这样一个固不自封, 垂垂老矣的无趣男人, 我诞生开口, 一栋POS机出来的时候, 老总曾经信誓旦旦地说, 这是二十一世纪最好的产品, 一定会曝变全国。 可不久之后, 二维码出现了。 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吗? 这就是, 我和你甚至不是同一领域的东西, 只是应用场景相同, 可当我一出现, 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宋征, 知道为什么会出现降维打击吗? 因为有人一直在探索高维, 三维不够, 四维, 甚至五维, 六维, 十维。 可有的人, 待在二维里, 就心满意足。 我搅着咖啡杯里的小勺子, 咖啡激荡不息, 宋征, 你该知道, 我从来不是那种 待在家里的女人, 我对这个世界有无穷的探索, 欲在我不停地, 向我认知以外的世界探索和张望的时候, 你却已经停止了。 你的能力, 眼光, 心态, 其实早就已经配不上我, 可我依然愿意和你在一起, 甚至为了你一再退让, 这是因为我爱你。 而且我总有一种幻想, 如果我把更多表现机会给你, 你也许会再次睁开探索的眼睛。 可是你让我失望了, 那个女人算什么, 我到现在甚至都记不清她的名字, 梦娇娇还是梦悄悄只记得录像里一块白花花的肉, 你们都太无关紧要了, 根本不值得我挂心。 我同意见你, 是因为对你还有一丝期待, 我想听听你在最后的时刻还想对我说些什么, 你毕竟是我曾喜欢的, 对世界充满冲劲的少年。 我有些畅往, 可是你再次让我失望了。 十二, 收敛了一下, 情绪, 我抬眼看宋征, 如果用刚才的例子做类比, 我投资的产品是二维码, 是未来和明天, 而你的公司是移动PoC和老旧的过去, 注定会被时代抛弃。 宋征, 你找我, 没有用, 无论我抬不抬手, 你的公司都不可能上市, 你是被这个世间不可阻挡的前进的车轮撵过去的。 而我, 最多只是推了一把。 你明明可以不推, 宋征嗓音嘶哑, 如果你不推, 不会这么快。 我顿时笑了, 凭什么不推呢? 我有没有说过, 不要让你身边的牛鬼蛇神舞到我面前, 可你不仅没管好他们, 而且还亲自来了。 宋征面色瞬间死灰, 显然想起了那次把我的脸面踩在脚底的慈善酒会, 我踩了你的面子, 你也可以踩回来, 可你为什么? 宋征痛苦地说不下去, 比起我失去的一点点面子, 他失去的, 要实质的太多, 也严重的太多, 甚至很可能把他后半辈子都搭进去。 YZ, 我又一次笑了, 报复这种事情, 如果不升级, 怎么可以叫报复? 宋征瞪圆了眼睛, 随后像是一颗枯萎的草一样, 一点一点缩起了肩膀, 一饮一灼, 自有天定, 宋征与我年少相伴, 自然知道我从来都是这样, 从不会主动去惹是生非可若, 有人敢来践踏我, 我的反击, 必然激烈而迅猛, 而且没有一丝荣情画到此处, 已是绝路, 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起身, 把咖啡钱放在柜台, 不再看身后, 朽木般枯稿的宋征, 步履安然地离开, 我来之前, 就听说了许多事情, 股东在找宋征追责, 孟娇娇妈妈的公司垮了, 孟娇娇在找宋征要钱, 要不到就闹离婚, 宋征妈敢着急帮不上忙, 急出病进了医院, 宋征爸淤尊降贵, 送饭, 在路上摔断了骨头, 听说了许多, 但都实在与我无关, 从宋征固步自封, 每一次都只高气扬把头, 昂得那么高, 露出可笑的鼻毛的时候, 我与他之间, 就已经没有未来, 公婆的轻压, 第三个人的出现, 家常里短的矛盾, 都只是随之而来的附属品, 我若爱宋征, 我自然有办法解决好这一切, 可我, 已经不爱他了, 不爱那个停在原地, 只会高昂起头, 露出可笑的鼻毛的男人, 电话响起, 那边传来年轻的声音, 顾姐, 我姐说你开了新公司, 不知道要不要保安, 我微笑, 对从新锐科技辞了吧, 来我公司报道, 不过不做保安, 来给我做助理, 新锐科技的保安队长, 是陈夫人的亲戚, 年轻时冲动, 一枪一气帮朋友打架, 结果害了自己, 虽然在里面待的时间不长, 到底落了暗底, 陈夫人的老公很忌讳这个, 不许他进自家公司, 陈夫人, 找到我, 我看这孩子, 人品不坏, 就安排他在新锐科技先做个保安, 又让他有空学习, 不要与社会脱节, 他也着实上进, 一面自考一面工作, 一路做到保安队长, 宋征与孟娇娇不止一次, 就是他在监控中发现端倪, 特意留意, 然后告知我, 之后我能顺利拿到监控录像, 也都是他帮忙, 我自有一腔诚恳, 讲求与人为善, 待人出自坦诚, 愿随守种善音, 并不抢求善果, 即便是宋征, 我也从未主动为难, 而果然, 我施善者抱我以善, 天道, 为公, 挂了电话没多久, 铃声又一次响起, 这次是陈夫人, 他爽朗地大笑, 西宝儿, 这次你可让姐姐赚大发了, 我家那口子, 看我这项目利润都眼红, 我微笑, 那么大的项目, 要那么多钱去烧, 我一个人怎么撑得起, 索性我有俱美极闲, 还有一众因我这么多年打理得当, 而对我的人品和眼光都很信任的姐妹朋友, 谁说女子聚在一起, 便做不成事情了呢, 我笑道, 那是陈姐眼光好, 我眼光好就好在认准你了, 以后再有项目, 你说怎么投我就怎么投, 陈夫人雨声中是掩饰不住的开心, 她叫着, 快来, 庆功宴就等你了, 好, 我应成一声, 迈步向前走去, 前方阳光如碎金, 洒落我一身似紧薄, 我自己就是会发光的, 修复心灵的漏洞, 安装爱的补定,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发光的,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发光的, 是哪里啊,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发光的, 有何的另一味不够的,